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场混合双打的比赛 两队选手均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基多皮亚屏幕下方 维迪安托和地利屏幕的上方 2比1 3 1 短球 1 嗯 盼了接内 快速的 应该说女选手地利在快速的这一种防守过程中间 基多在进行中路杀球的时候 应该说女选手有意让男选手去进行这样的回球 那毕竟基多的后场杀球这个力量太大了 6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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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球给到PR 其实刚才皮亚在往前的这一个拨对角 属于出界的球 男选手可能说还是神经崩得比较紧 三十四十三 三十四十四十三 4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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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女选手低利的这种上手拿球能力很强 本身也存在这种高点拿球的意识 漂亮 杀女选手没想到回来一个很平的直线球 这拍面没有控制好 杀女选手 杀女选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比七 维迪安托地利第一局领先了四分 应该说也正是由于皮亚和基多并不属于印尼国家队 所以双方还是存在间歇的时候 有教练从旁进行指导 之前上像我们知道的基多皮亚 包括这个女双的名将玛丽萨 之前亨德拉这几个人都从和印尼语邪 闹了比较大的矛盾 都退出了印尼国家队 但是随后可能亨德拉由于某些原因 被印尼国家队重新给召了回来 但是其他的几名选手 还是应该说以个人的身份参赛 跳起跳以后轻跳对角 手上的一个收力 手上的一个收力 啊 MAR BLUE 没办法 一拍比一拍靠前 而且像特别像皮亚这种 男队员的这种杀球也是以抽球为主 所以说你有可能抽得了前面两拍 但是你老男队员老是重复的对着你杀球的话 皮亚的这种防守能力还是显得很单一 只能够很硬的进行处理 没办法 皮亚整个这个重心应该说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脚下的移动能力还是比较差 皮亚整个重心应该说虽然个子不高 皮亚整个重心应该说虽然个子不高 皮亚应该说主要还是通过往前 不论是他和基多的这个混双 包括和这个艾美利亚的女双方面 后场球不是皮亚所擅长的地方 只要稍微调动的话 整个场上皮亚就显得很乱了 步伐跟不到位 还是杀到了一个很好的落点 对着身体的正中间过来 一击落了接发球 被弟弟投顶区的风阻 被弟弟投顶区的风阻 露掉了 像这样球最可惜了 吃五比十六 哦 给的位置太差了 皮亚已经向对小线这一块移动了 拍这个球刚好是送到手上 16平 终于在中后半段 基多和皮亚将比分追平了 刚说完就发球失误了 太高了 我有时候感觉基多只要在场上收敛一下 他的这种强烈的表演欲望和随心所欲的话 也许和亨德拉的成绩 应该说不止这个奥运会和亚运会的冠军 应该世锦赛的冠军早也已经拿下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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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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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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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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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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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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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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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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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1 1 2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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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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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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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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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2 又是后体肩出界了 2比2 2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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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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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4 3比4 1比4 1比4 2比4 2比4 1 1 2 1 2 2 下一拍的这个挑战 明显的力量太大 应该说换了场地以后 维迪安托和蒂利两人面对基多的这样的后场进攻 显得心里面还是有所忌惮 双方都是出现了后底线的出现 不必要进行勾球 还不如直接祈求给老提亚在后场 目前印尼的这个混双最强的也就是爱哈迈德和纳西尔 但是和以前的一些印尼名将相比的话 应该说现在印尼整体的这种水平有了一个很大弧度的下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应该说到08年以前 从这个特里库斯徐一鸣然后后来再到这个维迪安托 包括玛丽萨这一批应该说在混双这个方面 都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当时应该说像中国韩国经常面对他们 还是经常有败结 有点退的这一派球 起的应该说说的不好听点 完全是感觉场面上三打一了 我场上四名队员应该说男选手方面而言 极多的能力要比维迪安托强 但是女选手的话就有可能 地利一来年轻二来的话 整体的 整体的就单个的个人能力方面 是比皮亚要快要好 就看这个再往前 敢不敢和皮亚进行这样的抢夺了 还是盯紧了 11比8 极多和皮亚在第二局领先三分 到了 21比4 216 215 222 21 216 3 223 214 3 2 5 5 5 1 有时候我们综合看 像中国韩国包括印尼 这些单纯论这三个国家的话 中国和韩国的话 在这个女子方面双打和混双上 有可能就是说在进行女双的同时 还要奸向这个混双 但是印尼它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 女选手有可能就是双打 就专攻双打 混双的话有纳希尔 而纳希尔虽然短暂的经历过这个女双的比赛 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混双上面 没有说因为兼两项而分心 可能这个也是印尼方面 它自己国家设定的一项这样的规矩 不能够有太多的这种分心去从事别的项目 专攻一项 再来 再来 这皮亚这样的防守 应该说只能够被动挨打 慢了 脚步慢了 还是在于这个皮亚的脚下步伐上 不够快 整体速度比较慢 皮亚在后场就将球拉给他 反正应该说一来移动慢 二来的话体能应该也不是太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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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少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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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质量太差了 还是极多的挥球 老是想通过反拍位谈到女选手的头顶 老是想通过反拍位谈到女选手 十四比十六 还是从发接发开始就此非常被动的位置 没办法 我记得手上的电话太多了 回酬质量不太好的情况下 就应该说给自己造成的麻烦 十八比十四 一会儿就应该说给自己造成的麻烦 就应该说是什么 我记得给自己造成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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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位置 那现在的回球不能够保证每拍球的出球质量 第二局的局点 20比14 20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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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还是发接发 那基多从这个第二局开始 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应该说拿到了分数 至少占了一半 经过前面两局 双方战成一比一 中占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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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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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